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在马王爷跟大清雅两人坐上去往京市的飞机时啊 柳川市的郊区 同时开进了几辆灰色的破旧桑塔纳 没人知道这伙人的来历 只是这伙人的头目啊 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子 啊对就是漂亮 而且是漂亮的不像花 他的名字叫邹剑 从恶人岛逃脱的亡命图 最终还是决定进入柳川 靠着打开了一条缝隙的车窗啊 邹剑的声音低沉 手里边夹着一根香烟 找一定要找到那小子 我说过光头不会白死 后座上正是贾克南和其他的几个人 实际上当初从恶人岛出来 也只有他们六个 邹剑是老大 剩余五个人一直跟着他 至于其他的劫匪啊 那都是后来被邹剑渐渐招揽过来的 所以其他人死了 邹剑呢不会觉得怎么样 光头的死却让他无法释怀 正是如此 在躲了几天风头之后 他们全部进入了柳川 大家都记住他的长相 这个人是后边来的 一个多小时赶到的川西县城 那他就一定在柳川 说话的同时 邹剑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 很明显这张照片是从某个监控视频里截取出来的 不然画面啊不会那么模糊 不过虽然如此 却足以辨认那个人的长相 可不就是李高楼吗 对于川西的那次行动 邹剑觉得每个环节都非常漂亮 最大的意外 也是唯一的意外 就是出现了那个小子 由头眼镜男能够想起来 在拍卖会开始之前 马王爷就是在等李高楼 本来这句话只是眼镜男随口说的 然而马上 邹剑就已经通过这一点 分析到了李高楼 来自于柳川 不得不说呀 这小子完全是个妖孽 也难怪可以带着其他五个人 从恶人岛逃出来 最后又安排了几句之后 这几辆车 汇入了柳川的车流之中 而李高楼压根不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面临的生死危机 此刻的他刚刚接通了 二狗子的电话 李高楼 你是不是要退学以后 回老家种地了 这二狗子一开口 让李高楼有些懵圈 自己这么一名优秀的 国家动良之才 好端端怎么就退学 回老家种地了呢 谁跟你说的 学校都传遍了 说你被灵寒伤透了心 说你老爸受伤了 一个家庭的重担 都要靠你挑起 你他们想想想 行了你 你写作文呢 怎么煽情你搞鸡毛 听着二狗子越说越离谱啊 李高楼直接打断了他 这么说你不退学啊 当然不退学啊 我就最近休息两天 那就好 你赶紧来学校吧 今天停高考志愿 你要不来就完蛋了 听到二狗子最后这句话 李高楼的确是愣了一下 他这跑出来太久了 学校里的事几乎已经全忘了 现在让二狗子这么一提醒 他才想起来 高考志愿的事啊 这件事不能马虎 如果没有顺利填报 自己要去啊 说京市大学的那个想法 可就真成笑话了 当即坐着出租 李高楼直接赶去了柳城高中 进了校门 第一眼就看到那个巨大的攻势栏 果然呢 上次全校同学的志愿 都被贴在上边 并且按照理想大学的排名 进行了排列 了解到这种排列方式 李高楼直接看见了最前边 毫无疑问 他肯定是第一个 因为在他想来 整个柳川高中 不会再有谁 报考京市大学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那个叫做朱丹青的女孩 竟然在他的前边 没错 他也同样报考了京市大学 这的确让李高楼觉得意外 这个女孩他可是知道 如果说每个人的学生生涯里 总有一个被众人仰望的学霸 那这个人就是朱丹青 李高楼在来到柳川高中一年的时候啊 大大小小的考试 这女孩总是第一 而这个公式栏 将她的名字跟李高楼放在一起 完全是靓丽的风景线呢 那全校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 只要是从这公式栏前经过 都会先一脸艳羡 和敬佩地看一看朱丹青的名字 然后又用充满了鄙视和嘲讽的目光 再看看李高楼 甚至于在李高楼离校的这几天 这个项目完全成了柳川高中的必修科了 没再多理会这件事 李高楼啊 直接啊往教室赶去 在他推开教室门的时候 全班同学都愣住了 就那副眼神就跟见着鬼似的 没人觉着他还会回来 毕竟当时可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 让治安大队带走的 唐秃头打算组织所有学生填报志愿 看着李高楼也是瞪大了眼睛 大家好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学校总是可以让人感觉到开心 所以李高楼的脸上才会满是笑容 然而面对他的幽默 全部都是茫然的目光 这有点尴尬呀 李同学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重新坐下来看着旁边的空位 他有了片刻的恍惚 那个笑颜如花的女孩啊 已经离开很久了 最终唐秃头的声音打断了李高楼的沉思 大家将志愿认真填写啊 不要像某些同学一样 不知道天高地厚 也不撒泡尿罩住自己 看看你们家祖坟貌没貌清烟呢 啊 还能考上京师大学 他说这话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角落这边看过来 偏偏李高楼一脸平静 好像听不懂唐秃头的话似的 这家伙对于李高楼的怨念那非常深重啊 尤其是经历了史神传说之后 唐秃头对于李高楼的态度无比复杂 很多时候 他想要像过去一样 随时收拾这小子 甚至让他滚蛋 然而现在他不敢 所以啊 他才会如此的指桑骂槐的嘲讽 实际上全班都知道他在说李高楼 偏偏没人觉得他说的不对 李高楼居然想要考京师大学 那就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差不多呀 不过同样 大家觉得他当时是脑子抽筋了 这次啊 真正到了填报的时候 应该会慎重许多吧 然而事实证明 所有人都错了 李高楼还是那个李高楼 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就比如那张志愿表上 他依旧写的是京师大学 站在讲台上看着那张志愿表 唐秃头终于忍不住了 李高楼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的成绩能考上京师大学吗 啊 你在做梦吗 他觉得自己教书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如此浑蛋的学生 下边的同学一听 嗡也乱开了 他居然又添了京师大学 他疯了吧 不是疯了 我看他就是自暴自弃 管他呢 反正他不可能考上 所有人都议论开了 同学们的态度和唐秃头都差不多 甚至于啊 有些人说话更加刻薄 看着唐秃头 李高楼的语气十分平静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可以填报京师大学 教室里的气氛一致 唐秃头啪的一巴掌 拍在桌子上 当然可以 今儿我就把话撂在这儿 如果你李高楼能考上京师大学 我吃屎 热着呼呼的那种 唐秃头的一句话呀 完全表明了他的态度 下边的同学都是嬉笑的 看向了李高楼 他们很想知道 究竟李高楼会如何应对唐秃头 李高楼咧嘴一笑 当然可以 希望到时候吃得开心 在他说完之后 众人就看他开始拿出铅笔 然后凭空笔画 诡异的一幕让唐秃头和其他同学都不明白 一直到李高楼停下 都是处于茫然的状态 实际上刚刚做了什么 也只有李高楼自己知道 因为担心唐秃头可能到时候反悔 所以李高楼啊 替他在生死簿上写下了生死状 哎 这样就放心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